在第九頁 這個捲到第九頁的這個地方 剛剛這兩段有沒有 就在這裡了 然後呢 這個取代的公民在這裡 有沒有 都可以找得到 第九 應該是第九頁啦 OK 蠻好找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回圈的部分 for回圈 那什麼叫for回圈喔 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要希望把這底下的所有東西都清空 清除的話 那清除的話 當然你想說 好 是我知道怎麼清除 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再複製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5不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兩個了 然後6的話怎麼做呢 再Enter一下是不是 然後再多增加一個 然後這邊改成6 然後再7 欸 6就戳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你底下呢 Ctrl向下 總共有103耶 那你不是什麼 變成你要一直複製 複製 複製 到103 那你程式寫那麼多幹嘛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呢 寫這麼多程式的話 接下來請務必一定要學會 所謂的回圈 那回圈的話呢 就是重複做啦 那如果是那個範圍 重複做的範圍 是有一定的範圍的 比如說我們是從第幾列呢 從4到100 有沒有 4到103的話 那你就寫一個for回圈就可以了 那寫在哪裡 先寫在上面這裡 就是sub這邊 這兩行就不用啦 因為我只是適宜跟你們講一下 那怎麼寫 按個TAB好了 一般是要按TAB 那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for回圈的寫法固定的規則是for i i 指的是一個變數 這個i的變數名稱 可以改別的名稱沒關 你可以改A 可以改B 可以改X 可以改Y 大家習慣是用i 為什麼要用i 因為我學了也用i 所以如果你想改也可以 for i 等於什麼呢 我希望它那個範圍是在什麼 第四列 空1 4到2103就這樣子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NAS的話 指的是要把i的詞跳下一個的意思 所以它會一直跳跳 先4 再5 再6 再7 再8 有沒有 一直跳跳跳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什麼 把底下這一行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個for裡面 然後按個TAB TAB 的意思就是它下一階 但你不按TAB 其實程式也可以跑 只是說 階層會比較清楚 一層一層的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寫程式的話 慢慢也要習慣按TAB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寫程式的習慣很差 就是少那個 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程式以後會執行不出來 都是小細節沒有注意到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東西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只要改 再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改哪個地方 只要把一個地方改動了 那底下所有資料就清空了 請問哪個地方改動 你隨便猜沒關係 猜錯也沒關係 哪個地方 再改一個地方 再改一個地方 改哪個地方 把4改成什麼 對 看得懂嗎 OK 所以把什麼 把這個4改成什麼 改成I 那它就會在4到103裡面跳動了 那做用就跟剛剛我們一直不斷複製貼改 複製貼改到底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你當然不會想說你要一直複製貼 寫那麼多程式吧 你只要寫這樣的程式 這個功能就完成了 OK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如果我跑動的話 你會發現我只要執行的話 有沒有發現 這個底下的東西全部消失了 有沒有 4到103的資料就通通不見了 那同樣的道理 那公式是不是也是一樣 剛剛呢 如果執行一個 它一個 那如果第二個的話 你豈不是再把這個複製貼 把這個改一下 然後這個改什麼 改5 然後後面的話F5 G5 有沒有 H5 那這樣改 改完輸出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剛剛的方法 第二個怎麼做 這個再複製一個 那這邊改成5 有沒有 第五個 當然不是說你現在 這個後面沒改的話 你會發現都一樣 如果你不要一樣 這邊也要改 這個F5 G5 有沒有 然後H5 因為H的資料呢 就是要換成第五列的資料 執行 這邊就改了 有沒有 改的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 應該就對了 28 28 43 對 OK 但問題也一樣 這個地方我不希望 一直重複 所以呢 你只要在上方 他比較聰明的人 這個一樣嘛 你看拿這個複製 有沒有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呢 把底下這一行怎麼樣 拉到哪裡呢 一樣嘛 清除跟清除一樣 拉到這裡來 然後按個TAB鍵 下一切 然後並且讓它排整期好了 排整期 OK 好 那一樣啊 把這個 這邊把它改成I 跟那個清除做法 差不多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可是你會發現 然後一執行 欸 剛剛清除OK啊 這個為什麼這邊不OK呢 主要原因在哪裡 這個有沒有 這要把它改成什麼 I 這要把它改成I 這要把它改成I 但是問題來了 特別注意 前面這邊呢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放在數字的位置OK 因為I本身是數字 數字放在數字是OK的 但問題 現在這個4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文字 它是一串文字裡面的一個字 OK 它不是一個數字 它只是說它放在文字裡面 所以你不能說直接把它改成I 比如說 這樣子把它改成I 把它改成I 如果你這樣改的話 結果會怎麼樣呢 一直行 全部錯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它找不到什麼 FI這什麼東西 它不知道欸 所以怎麼辦 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也是待會呢 最最最最難懂的部分 我先預告一下 因為常常同學 你要把那個I放在字串裡面的話 那有同學說老師怎麼放 特別注意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把字串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呢 再把I串在中間就可以了 它的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要怎麼做 OK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其實它還蠻好 或者你剛開始 如果實在是不太能理解的話 請各位可以先背口訣 什麼口訣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做一次給大家 第一個 把這個4 先選起來 然後把它變成I的話 1 請你選4 然後先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再兩個and的符號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把什麼呢 把那個I串在兩個字串的中間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給它改 因為and的符號 在VBA是要前後加空白的 所以你這邊要and前後 再加上空白 這樣子就OK了 有沒有 把原來的4有沒有 改成這樣子 就OK了 那它的原理原則是 把一個字切開來 把一串字有沒有 連續的字切開來之後的話 再把I放在 串在中間的意思 你不能直接把I放進去 那如果你實在是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一直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現在沒辦法理解 沒關係 你先不要理解沒關係 你先背口訣好了 我再做一次 因為後面還有兩個對不對 口訣很簡單 我反正覺得口訣最好記 兩個雙號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控開來 這樣OK嗎 那再做一次 4有沒有 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好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沒關係你們如果現在沒有 因為我之前有同學一直卡在這裡 然後一直問說老師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還跟他講說 他還是說沒辦法理解 然後可是他到其中的時候 老師我突然懂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也大概隔了大概一兩個月之後的事情了 OK 不過你現在暫時先知道原理原則 把那個規則稍微背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再把它run一下 執行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做完之後執行 就有大功告成 應該都對了 有沒有 這個應該都對了 那這樣的話就幫我把什麼 Ctrl向下 欸 就是4到103的資料呢 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 縫迴圈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 電腦程式最厲害的地方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迴圈 因為迴圈就是可以幫你處理重複的事情 你當然人對討厭重複的事情 可是電腦卻是最厲害的 你只要把迴圈寫完就可以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人 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跑迴圈 那你為什麼不寫迴圈就好了 因為很多人不會寫迴圈 所以他一直陷在那個迴圈裡面 你會發現很多 我觀察很多企業 或者是公務機關上班的 那個行政人員 每天都在迴圈 那為什麼要寫迴圈 因為他不會寫程式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會寫程式 他的工作就做完了 OK 試一下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